隐色轿车撞进旗楼下 左侧前后车门严重撞到变形 车顶隆起 前方机车全倒了一片 七台机车东倒西歪 铁卷门也被撞坏 诸乎睡梦中听到巨响 吓得出门查看 一辰一点半一辆车 急速驶过北市猛甲大道 但疑似要闪避前方的车辆 车子突然失控 往万大陆的民宅七楼撞去 民众心惊胆跳的描绘 刚刚发生了车祸状况 这让四人也在民众的协助之下 顺利脱困 除了驾驶没有受伤 两名受伤男子跟一位 受到惊吓的女乘客送医 警方也在持续调查 造势的原因 记者先往下 李一双台北报道